看到柯文哲车队支持者放鞭炮迎接场面热闹 选战进入黄金72小时 柯文哲回访北台湾 上午挺进宜兰车队早街 也有不买单的民众见到车队狂虚 还有人蒙比二号 眼见宜兰民众反应不太热 柯文哲赶紧再跟支持者喊话 气宝站白热化 前副总统肖万长一口气 买下三大报纸头版 用中华民国国旗的红色和蓝色填满空白 要大家集中支持侯友宜别白头了 说不操作气宝的侯友宜也急了 九号晚间嘉义造势 更说结合蓝白共识才能完成政党论替 最近不管是民进党的文宣 或国民党文宣 我觉得奇怪 你们怎么会两个党都只有打一个人呢 其实国民党一直在讲那个都是操作气宝的手法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 柯文哲酸溜溜 因为蓝营一边要气科 一边又在蓝白河示范区新北台中 开静科令的绿灯 让蓝营立委候选人找柯文哲录推荐影片 应该可以帮忙就帮忙 其实这也是一样 这个叫市场的实力原则 就是说对国民党的小技能来讲 他要找比较强的母亲来帮他 你抢我磕粉那我就抢你的韩粉 我也可以理解韩国瑜的问题 就是说 那作为现在作为国民党 这不分区列明第一名 然后他又是 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 忠贞的国民党员 所以他有时候要配合演出 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明白讲 你在台上讲的跟你私底下讲的完全不一样 接着再请了郭粉 国民党在情绪入手套 我都觉得不对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的话 我来何必去为难别人 决定关键72小时 柯文哲防止自己被边缘只能开地图炮 进行闻马上凯琳嘉倩 那这条路线